她是冯拱的得意门生 你跟我走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她能不听吗 您是干嘛的呀 我打车的 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喜剧天赋 却有着长达十五年的春晚备胎经历 有过十几年的备胎的经历 十六年是吧 十五六年了 对 那些曾经无法触摸的梦想 结果在现场将如何回忆 落寞失落云人 被人家冷落 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我爆个料 而今天三闪大门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 与她密切相关的故事 就今年你上的这个节目 其实 听得多了啊 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去嫉妒 也不要去争 时机在慢慢充满路上 那些或与她相伴 或与她竞争 或给予她机会的人 又是否能来到现场 这里是天津卫视 你看谁来了节目市场 尤其主持人王峰 王维联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 给您打来的 你看 你看谁来的大来兵 到底是谁呢 应该算是一位老朋友 是 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位老朋友 她用她自己的经历 证明了一句话 那就是吃亏是福 那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 来认识一下她到底是谁 2017年 她在春晚舞台上 惊艳亮相 如果我没有手机 我怎么上网 我怎么聊天 我怎么团购 我怎么看片 我怎么想不怕 我怎么发梦圈 我手里一整都没有 我怎么光线去六班 然而在鲜花与掌声的背后 却有着长达15年的 春晚备胎经历 我跟着春晚从亚场排练彩排 大概15年左右吧 15 6年 然后特别开心的是 第17个年头 终于登上春晚的舞台了 她是宋宁 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校将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两个接个魂吧 无论是春晚舞台 还是影视作品 她都能轻松驾驭 完美演绎 今日首登节目 她又将如何发光发热 有请宋宁 开台阶 光阶好 王大好 大家好 亲爱的 好漂亮 十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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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生气 我今天早上就跟编导说 我说跟宋宁说一下 千万要穿平底鞋 他们说宋宁也答应了 你什么情况啊 而且我今天还有点小心机 光是鞋跟穿高了 你看我的发型 还高出一截了 你到底是想干啥呢 跟王导媲美 对了 其实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来信 这个你看谁来的这个节目啊 特别好 就是主持人的个头的差距太大 男主持人脖子太歪 你看 要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歪呢 我腰歪也是往这边歪啊 我要是你方姐我都听不下去 回他两嘴 没事 那个下一期王老师您可以不来了 我自己主持更补了 直接把你转换了 刚才宋宁说呢 说他在之前呢 有过十几年的备胎的经历 十六年是吧 十五六年了 对 你从哪一年开始的 01年 01年在春晚上吗 对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春晚 等于是 是冯公老师和那时候是周涛姐 他们有一个警察和出租司机互换 你看有人知道还记得是吧 说明你年纪大了 对 然后一个互换角色的这么一个小品 当时我还记得亚场的时候 去了好多慰问的地方演出 当时还哆嗦呢 都是你去的吗 都是我去的 也就是说春晚这个节目 当时亚场的时候都是送您去的 对 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告诉你 说你亚完场可以有机会 你亚场就是亚场 就是替别人排练 是 明确 任务明确 对吧 对 但是亚着亚着自己就有了小想法了 是不是 因为人都是这样 总觉得自己一步一步在成长 在进步 不可能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 你还是原地不动 甚至是退步了 所以在觉得自己 有了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 心里面就会长小草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春晚真的会离我有点近了 或者说 或者说你亚场排练的时间 自然比那个去演出的人时间要长 熟悉 熟悉 所以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还有点觉得 这点还没我演得好呢 这是心里话不能说出来 也就是说每年到春晚 即将要登台的时候 你都被无情地换掉了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 有可能是备胎嘛 这个两个字 我现在一说 一说起来 现在啊 每当有人说备胎这俩字的时候 我的脑海立刻浮现就是宋宁 对呀 就连我老公你觉得说开着开着车 觉得太坏了 说拿备胎换一下 我心里都搁当一起 哈哈哈哈